大家好 又回到了我们的每周360时间 在这个节目里面 我们将会和大家分享过去一个星期里面 车坛发生的重大新闻与事件 第一则新闻 Mazda MX-30 最快在今年第四季来到我国市场 根据我国的财经报章报导 Mazda Malaysia 的总代 Libra Max 将会投资 2 亿令吉提升 它在 Groom 的生产线 在生产线升级了之后 这一个生产线的年产量将会从原本的 3 万辆提升到 8 万辆 而提升了产量之后 Mazda 有可能在本地投产 2 款全新的车型 它们可能就是 CS30 和 MX-30 首先为什么 Bermas 会追加这个马来西亚生产线的投资呢? 首先就是因为马来西亚对 Mazda 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产线 我国生产的 Mazda 车款例如 CS5 或者 CS8 都出口到其他东南亚市场 包括菲律宾和泰国 再加上之前因为泰铢升值的原因 所以 Mazda 已经计划了把 CS3 的生产线测出泰国 这造就了 Mazda 会把新的车款生产线设立在我国 由此可见这个泰铢升值 它不只影响到了泰国的汽车工业 它还顺便帮助了本地的汽车工业 严格来说对我国是一件好事 在这里我们为大家简短介绍一下 这个 CS30 和 MX-30 是什么车款? CS30 是全新的 Crossover 车型 至于它的邪魅车 MX-30 则是 Mazda 旗下首款纯电动的 Crossover 它在去年的东京车展上正式首发 在外观上面 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和 Mazda 的经典转子跑车 RX-8 之境 因为它同样采用了对折式的车门 看起来很特别 它的引擎最大马力表现为 141 HP 峰值扭力 264 Nm 最大的续航里程可以达到 209 公里 不过在前期呢这个 MS-30 还是会以 CBU 日本的方式引进我国市场 之后才会开始进行 CKD 我们相信在 CKD 之后不管是 CS30 或者是 MS30 它的价格都会有很大程度的降低 但是它要在 2021 年才会开始 CKD 各位客观 你们等得到 2021 年吗? 第二则新闻 Proton X50 将会在今年 5 月开始测试生产 很多读者一直问我们 Proton X50 什么时候会发布呢?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最近本地的媒体 Fantasy Gotonic 他们就 放出了一张 slide 的图 上面清楚地表示 Proton 2020 年的生产计划 从这个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Proton X50 的代号 SS11 就在上面 而且这一款车会在今年 5 月和 6 月就开始测试生产 一般上来说如果这两个月的测试生产没有问题呢 Proton 应该就会在 7 月开始大规模生产一备货 那么发布时间就很有可能会在 8 月或者是 9 月 不过以上都是 Proton 自己的计划 我们要知道一点就是人酸不如天酸 因为这个武汉肺炎又或者是新冠肺炎的影响真的是太大了 它影响的不仅仅是旅游业还包括了汽车工业 因为全球知名的零件制造商很多都设厂在中国 而因为这个武汉肺炎的关系 这些工厂都被迫停工 所以造成了全球汽车界的零件短缺 不过 Proton 之前跟我们说过 这个武汉肺炎又或者是新冠肺炎 暂时对 Proton 的汽车生产没有太大的影响 我们不能低估这个武汉肺炎的影响力 如果因为这个影响 Proton X50 延迟的话 那么可能会对这台车 甚至是Proton全年的销售计划 都会有很严重的影响 因为就目前所知 有三款定位非常接近的对手 都可能在今年发布 他们是 Nissan Kix Kia的Seltos 还有Produe的V55L 这三款车分分钟都会威胁到 这个Proton X50的地位 如果X50真的延期的话 那么它可能让这款热门车 变成了冷门车 第三则新闻 本地版的Toyota Alphard 还有Wheelfire 获得配备升级 但是呢 Wheelfire 以后可能会消失在 国际市场上 UMW Toyota 宣布 在我国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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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欢迎的豪华MPV Toyota Alphard 还有Wheelfire 获得了配备升级 这次升级中 Toyota Safety Sense 成为了这个车系的标准配备 在TSS当中还包含了 主动式定速巡航 也因此让这个Alphard 还有Wheelfire 在长途驾驶的时候 可以给你更多便利 也让这款豪华MPV的安全性 再上一层楼 另外呢 这个Alphard 还有Wheelfire 还有另外一点升级的地方 就是之前这个 备受争议的出品足迹也获得了升级 这一次原厂终于倒入的 Apple CarPlay 还有Android Auto 这两个车载功能 是非常的方便的 所以 本地版的 Alphard 还有Wheelfire 其中一个软位已经被解决了 这一点对广大消费者来说 绝对是一件好事 不过在这里呢 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个 可能会让你很感伤的消息 因为销量的关系 所以 在2021年呢 Toyota 很可能让这个Alphard 还有Wheelfire 两款车型合而为一 在日本 这个Alphard的销量 足足高出Wheelfire 接近一倍 两个车型合而为一 代表的就是 其中一个车型要退出 这个车型 就是Wheelfire 但是呢 原厂在新的这个Alphard上面 会让它更前卫 更时髦 所以呢 我们不会担心 再也买不到像Wheelfire那么帅的 豪华MPV的 第四则新闻 Mazda 申请全新的 166缸引擎 还有8速自拍的专利 Mazda 的Skate Active技术 已经是家喻呼销了 可是实际上呢 它的性能车款已经离开我们的视野 一段很长的时间了 在这里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 各位马自达迷 那就是Mazda 已经申请了全新的直列6缸引擎 还有8速自拍的专利 而这个直列6缸引擎呢 它对应的车款就是传说中的全新后驱 Mazda 6 另外呢 日本媒体也表示 Mazda 会打造一款全新的后驱跑车 而这一款后驱跑车会采用直列6缸的涡轮引擎 它的最大马力在350HP到450HP之间 而未来 Lexus的全新ISF也会采用这一具引擎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具引擎是 Mazda 还有Toyota合作开发的 至于转直引擎呢 很抱歉 因为这个转直引擎 到目前为止 还是没有办法符合最新的排放标准 所以Mazda 没有办法之下 我只可以无奈放弃的转直引擎 而这个全新的直列6缸涡轮引擎 就是为了取代转直引擎 出现在Mazda 最新的跑车上面 Mazda 很常被人叫做东莹宝马 但是它旗下的产品线后驱车款是非常的少的 如果这两款传说中的后驱车款都出现的话 那么东莹宝马这个名字 Mazda 是实至名归了 第五则新闻 BMW 全新4系列 实车曝光 那个猪鼻子越来越大 这几年里面 BMW 的设计越来越独特 尤其是那个盛行水箱护照 又或者是我们称为猪鼻子的水箱护照 是越来越大 而之前有传门表示 BMW 将会在这个新一代的车型上面 采用更大的猪鼻子 然后BMW 也承认了这一件事情 他们还表示 消费者喜欢这样的设计 所以他们才会把这个猪鼻子越做越大 然后最近呢 这个海外媒体曝光了新一代BMW 4系列的跌照 在这个跌照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猪鼻子的设计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这个BMW 的猪鼻子呢 越来越大 大到让人有一点怀疑人生 其实它跟风的嫌疑很大 我们看看四大豪华品牌中的其他品牌 像是Lexus Mercedes-Benz Audi 他们的水箱护照 其实都非常的大 尤其是Lexus Lexus在一开始采用这个纺锤式水箱护照的时候 争议也是非常的大 但是现在呢 它已经成功蜕变成Lexus的象征 你一看到这个水箱护照 就知道它是Lexus 所以BMW有可能希望通过放大这个猪鼻子 来达到和这个Sprinter Grill 一样的效果 在这里我们给BMW一个建议 不管你是叫这个水箱护照是猪鼻子也好 还是双胜型也好 其实它都已经是BMW的象征了 真的不需要越做越大 第六则新闻 阔别多年 Proton和Produa联合市占率终于超过了50% 以前在国产车最辉煌的时候 他们的市占率超过了70% 但是在2000年之后 因为Proton的这个销量下滑非常严重 所以国产车的市占率 是以这个雪崩式的方式在溃败的 最惨的时候 国产车的市占率只有不到50% 但是在2019年 Proton加上Produa 他们终于让国产车的市占率 回到了50%以上 尤其是Produa 它一个品牌的市占率就达到了40% 基本上已经占据了我国市场的半壁江山 至于Proton呢 Proton去年的销量回到了它应该有的水平 它突破了10万辆 市占率达到16.7%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Proton的销量对比Produa 其实连Produa的一半都还不到 所以它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在结合了这两家的销售成绩之后 国产车的市占率达到了56.7% 是那么多年以来 国产车的市占率 再一次回到了50%以上 在今年 Proton和Produa都会各自推出一款全新的车型 而且这两款车型都是市场非常期待的小型SUV 所以我们相信这两款车型在发布之后都会大卖 而且它们很有可能会帮助国产车的市占率 回到60%的高水平 究竟这个会不会成为事实呢 我们就期待今年的销售报告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美洲360的全部内容 在每个星期一我们都会固定时间更新影片 如果喜欢我们这次的影片 请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 还有分享我们的影片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